所以今天是誰有高爾夫球的問題呢 歡迎收看打高爾夫了沒 我是Andy老師 今天要教大家的是 棋球瞬間最完美的角度 但現在還不是夠完美 因為最完美的在這 我今天要教大家 棋球瞬間的角度 棋球瞬間角度就是 球與肝面激情的活化 不是 我們來講重點 就是在棋球瞬間的時候 肝子在觸及到球的過程中 我們會往下挥實手腕與肝身之間 球肝面的關係 在急到球的過程中 我們會利用肩膀擺動瞬間下半身呆動時 雙手維持手腕的角度 那這手腕的角度呢 我們不要讓肝頭超出 這句話的意思就是 肝子往前的時候手腕動作過大 OK 所以我們的正確動作是 擺動回來時 我們的左手會先到 擊球點前方 肝頭還在後面 讓我們的進攻角度 肝面維持方正 往往在錯誤動作時 一般的球會提早往下壓 提早用手吃力點 這是一個錯誤的動作 那正確的動作我們會轉身 然後觸及到的時候 這是擊球位 我們的手腕會維持方正 一般的右手通常常會 往左邊折起來 然後就造成一個撈擊 或者是可能會打到地板啊 等等的失誤球 或是打到球上面的失誤球 好 所以呢 給大家一個小技巧 在打到球 擊球瞬間的時候 我們可以利用雙手的力量 做一個交叉 交叉的時候 右手腕會維持一個 向內凹的七型 左手跟右手同時間對靠 然後維持張力 感覺兩隻手臂是靠緊的 然後擺動練習我們 左右的失誤點 手腕呢 維持張力不變 這時候我們把乾面 放開來的時候呢 看一下手腕角度 就是維持方正的 錯誤角度是 撈起來的 好 以上介紹 在擊球瞬間的時候 我們用一個小方法 可以讓你練習 在家中的時候 不一定要透過去練習場 揮桿 然後再輔助動作 就可以知道說 我們擊球瞬間 手腕角度該位 那第二個 練習的方式呢 就是利用 一個家中的一個 垂直腳 或是牆面 好 我們請助教來這邊 我們來這邊 球桿呢 我們會放在這個面上 然後垂直面的時候 我們維持乾面方正 好 那你把腳跨過來這邊 對 OK 好 跨過來這裡的時候 這邊是一個L型 就像這邊有一個柱面 那你在家中的一個柱面 或是牆面 作為這個固定段 好 所以這時候我們把乾面方正 好 壓住的時候呢 球桿面頂住這個直線點 不要讓它產生開放 對 不要讓它產生開放 也不要讓它產生開放 也不要讓它產生關閉 這是手腕多餘的動作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不要太多的手腕動作 好 所以在家中頂住牆面之後呢 我們可以練習 下半身旋轉過後 好旋轉的時候呢 好 一般的球友常常會做出這樣的動作 就是頂出來 好 這我們不要太早頂出來 我們就是往前 重心往後轉 好 對 嗯 嗯 嗯 你等等我閃一下 好 往後轉的時候呢 球桿面 維持在這個立面上面 就會有個張力 好想像一下 你球桿不要被我撥開頂住 好頂住 對非常好 這個力量 球桿不要被我撥開頂住 非常好 你的三角形可以維持 然後握把端 手臂跟乾身成現在一直線的狀態 所以對非常好 所以不要推過頭 推過頭會造成乾面開放 然後球桿面就打開了 好 如果你的手腕太早往下壓 它就會造成乾面關閉 而手腕肝頭超出 所以正確的動作 在擊球瞬間的時候 牆面頂好 好 張力不要被我撥開 對 你要想像一下你的 擊球瞬間的時候 我們會有往下打的力量 手腕角度跟肝子之間的關係 手臂 它就會呈現這個一個 所謂的 小血的歪字形 清楚了嗎 確定 確定 嗯 OK好 那今天就擊球瞬間的角度 繼續到這邊 以上就是今天的教學 咦 都學會了嗎 學會沒 蛤 真的 打高分了沒 我們下次見 老師 嗯 我們剛剛那個 那兩根是什麼 擊球瞬間角度的時候 要用的 它就是個註冥 哦 所以我們剛剛在學什麼 就是在打到球瞬間的時候 擊球瞬間角度 手腕的位置 哦 不知道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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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強密 重點 重點 流行 固定 什麼什麼 固定 直 直啊 懂沒 懂 真的 懂了嗎 懂 知道了 謝謝老師 如果喜歡我們打高分沒 請幫我按讚分享加訂閱 並且開啟小鈴鐺哦